文毛老太太年过七旬却可以书写上万文字 而这些文字却无人能识 问其缘由竟是先人指点 这其中究竟是真的有一番机缘 还是有什么隐藏在背后的秘密 老太书写的神秘文字真的存在过吗 它们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石条线索一家解密 大家好我是十一 世界上总有一些神奇又神秘的事情 也是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有诸如神仙妖魔一般 超乎我们现实世界的事物存在 但是其实大多数都能用科学进行合理的解释 今天十一说的就是一件神奇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乡村的七旬老太 这位老太太来自湖南邵阳县罗承乡 名叫唐庚秀 她可以书写很多神秘的文字 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大家都无法想象 整整17年 唐庚秀每天都坚持书写 直到现在已经书写了上百万的神秘文字 有一些笔记本因为年久的原因已经泛黄破旧 坚持一件事情不间断十几年之久 这惊人的毅力让人不禁惊叹 更令人疑惑的是 她写的这些文字竟无人能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才会有很多人去问 为何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并且坚持如此 老人的回答都是因为 她得到了神仙的指点 她表明自己这几年写的文字就是天书 是仙家赋予的一种能力 有关记者在听到相关传言后决定去一探究竟 希望可以弄清楚老太写下的神秘文字的原因 以及这些文字含义 随后记者便联系到了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古文字专家刘宾辉 他从事了文字工作数十年 对古文字以及文字的演变都有一定的了解 他们决定去罗承乡找老人解开其所写神秘文字 究竟是古文还是天外来书的秘密 记者和专家来到罗庚村后 在村民的带领下找到了唐庚秀老人 老人见到记者是十分开心 得知是询问相关天书的事情 他便马上向专家和记者展示了他的这些作品 在讲解这些作品的过程中 老人可谓是妙语连珠 文采非凡 对自己所写的内容毫不间断地朗读出来 十分流畅 记者和专家都十分惊讶 因为如果是老人自己瞎写的文字 老人不可能如此流畅地说出内容 就好像这些文字真的有一些含义一样 随后记者们与老太进行了交谈 而我们的文字专家刘宾辉 也马上地认真地看起了他的作品 他一遍又一遍地翻读 仍然没有看懂一个文字 难道这些文字真的是像传闻一样的天书 或者是外来生物的文字 如果真是如此 没有一个人能看懂也是十分正常的 但是这不禁让大家疑惑 老人究竟是如何学会这些文字的呢 毕竟老人一开始并不识字 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和学习 于是记者和专家就着这些疑惑 和老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据老人说 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就学会了这些文字了 大概是在90年代初期 老人挑着担子去卖豆腐 图中看到了一道特别亮的光 十分刺眼 这道光呢随即就向他飘了过来 老人想逃走 但是却被这道光挡住了去路 光里啊隐约可以看到三个人 三个人说呢要给他一个宝贝 但是叮嘱他回家之后 三天内不能说话 之后啊光便散去 回到家后 唐庚秀三天没有说话 也没有进食 三天过后 他就开始写这些所谓的天书了 90年代初是较为贫困的年代 家里有纸和笔的都很少 一般给家里的孩子用来读书上学了 即使是这样 老人呢也坚持书写 他用树叉在土地上 石头上进行书写 每日不断 后来啊 家里的条件慢慢好起来 就开始用本子和笔进行书写 不论是去地里干活 还是在家里休息 他都会将自己的本子随身带着 一空闲下来 他就会写一写 读一读 到了晚上更有规律 每天写到晚上12点 而凌晨三四点钟 他又会起床继续写 每日如果不写上七八个小时 他就会很难受 直到今天呢 已经足足写了上百本 文字数量更是达到了上百万 除了有规律的坚持书写 老人这17年来没有任何其他的爱好 老人所写的作品的内容呢 也都是他的一些所感所想 也有一些歌颂时代的东西 但是随后记者呢 了解到了一件更为匪夷所思的事情 老人每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干活 空闲时写一写 就会让老人干劲十足 不决疲累 相反 如果老人停止书写 就会浑身难受 甚至会生病 心情呢 也十分不畅 老人认为 这是天神对他不坚持书写的惩罚 也是天神赋予他的一种责任 综上种种 连记者都在怀疑 难道老人写的真的是天书吗 但是刘斌辉专家 在与老人的谈话中发现了一些端倪 虽然他还是看不懂老人写的文字 但是他看到了老人的文字 似乎有着一些古文字演变的痕迹和规律 古代文字演变至今 有的文字加了笔画 有的则减了笔画 就像我们所使用的汉字 就是从繁体字逐渐变化而来 于是专家猜想 老人是不是用了增减笔画的规律 来进行书写和记忆呢 但是现实是否定的 因为唐庚秀从未上学学 所以对我们的汉字 可谓是一字不通 自然也就无法学到增减笔画的方法 这使得众人再度陷入到了谜团之中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老人在读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会颜面痛哭 那是什么原因 使老人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了呢 点赞关注 支持十一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为了彻底弄清楚老人情绪波动的原因 调查人员又特地请来了 湖南省人民医院心理科医生 熊敏辉教授 教授与老人进行交谈的过程中 起初老人还开心激动自豪地向医生介绍自己的经历 后来通过交谈了解到 老人曾在多年前患有精神分裂症 患病的时间正好是17年前 也就是老人开始书写这些文字的年份 当时老人的病症已经有所好转 他患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识字而闹出的笑话 原来唐庚秀老人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名人 性格上也十分要强上进 即使没有上过学 他也积极实践学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入了党 是村里的大队复联主任 有一次他作为人大代表去省理开会 可想而知这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 但是却发生了意外 当时老太不识字啊 男女厕所分不清楚 误闯入了男厕所 于是就和男的吵了起来 男人便指责唐庚秀 连字都不识得 为什么能当人大代表来开会 从那之后 只要是去省理开会 老人都会拒绝参加 1989年 唐庚秀因为文化水平低 就从当时的职位上退了下来 这也让老人心里十分苦闷失落 一颗好强的心 让他无比难受 这一系列的刺激 让老人心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假之内健因为不识字 而受到侮辱的事情 在他心里压抑了很久 这种情绪的累积 可能导致了他后面出现了精神疾病 当年老太的病情看似得到了缓解 似乎已经好了 但是并非如此 因为心理教授说道 他写的天书可能是伪造的 有时候呢 他会显得格外的激动和生气 因此他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的 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 他的病情可能还存在一些隐患 那么能瞬间写出一套自创文字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相关专家给了如下的解释 老太太能瞬间写出一套文字 并且只有自己认识 原因之一可能是一种 在不认识汉字下的模仿加自创 专家表示 唐庚秀老人书写的这些文字 虽然与汉字类似 但是没有任何的相关依据 他书写的只是自己长期归纳的一种符号 这种符号有自己设定的规律性 所以老人能够理解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意思 符号与文字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 文字是人民交流思想 表达感情的一种字形 是被共同认可和使用的 而符号只能算是一种替代 不能被大众所认可和熟知 也不能代表共同的一种情感表达意思 老人的女婿也说老人十多年来都在看电视的过程中学习一些文字 也经常会模仿电视出现的文字 文字的书写过程也是从最开始的圈圈点点到现在的越来越接近汉字的样子 因为老人是在汉字的环境中生活的 不认识汉字加上自己的一些创造就有了现在的符号 在联想老人一颗热爱学习和因为没有文化所吃的苦的经历 老人这样的行为就变得十分合理了 原因之二可以归结为 因为老太年轻因为文字受过一些侮辱 而后又因为文化不足丢掉了岗位 对于老太这样要强的人 这样的情绪会一定程度上激发他的一些潜力 促使他在短时间内可以创造出一些只有自己能看懂的规律文字 加之在汉语的环境中生活深受中国汉字的影响 这也就是老人为什么一读自己的作品就会流泪的原因 这种病症也被称为是语慈心作失忆症 就通过自己写一些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老人不仅会写字 他也会画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这些话也有老人自己的解释 所以老人所说的文字是天神所赐的就不合理了 这个神奇事件背后的秘密也就这样被揭开了 其实老人也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自己有骄傲和理想 但是苦于自己没有文化无法实现心中欲结 这是唐庚秀的可悲 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的可悲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给十一留言 最后喜欢十一的视频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第一时间获得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